也有这个报导是指出 有消息人士透露 李文现在跟老公这Bruce呢 其实分居两年多了 目前是在办这个离婚手续嘛 对对对 那好像也有说 这个也牵扯到关于这个赡养费的问题 因为香港的离婚 一定要香港离婚的原则是 先要分居 分居完了以后才能够办离婚 李文我们知道18岁进入演艺圈 所以今年刚好是他30周年 所以2023对李文来说非常重要 那在2011年 他跟他的老公Bruce 在香港举行了一个非常盛大的婚礼 但是我们先讲 这盛大婚礼之前的八年 Bruce呢 其实是一个利丰集团的CEO 他在追李文的时候 李文是不接受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当时是有婚姻的 而且他有两个女儿 主要是后来Bruce是回去 把他这一段婚姻结束了 李文才点头答应 我个人认为对李文来说 他在婚姻当中 然后在情感上被背叛 是对他人生中最致命的一击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来讲他的感情事件 李文我们知道18岁进入演艺圈 所以今年刚好是他30周年 所以2023对李文来说非常重要 那在2011年 他跟他的老公Bruce 在香港举行了一个非常盛大的婚礼 但是我们先讲这盛大婚礼之前的八年 在2003年的时候 也是李文在演艺事业非常高峰的那个时间点 那那个时候他认识了Bruce Bruce呢 其实是一个利丰集团的CEO 他曾经列在这个全世界的50大CEO的名单当中 可见这个财富非常非常惊人 然后政商关系也非常非常好 总部基本上是在香港 然后他是加拿大籍 本身是犹太人 他在追李文的时候 李文是不接受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当时是有婚姻的 而且他有两个女儿 所以对李文来说 尤其李文 我们等一下也会讲李文的原生家庭 大家都知道李文生下来 爸爸已经过世了 所谓的姨父子 他没有见过爸爸 然后Bruce大他16岁 对他也是呵护背致 可是你有一段婚姻 那对天后来说 这样的感情他是不能接受的 尤其妈妈更是强烈反对 李文对妈妈所有的意见 是一定会尊重 一定会听 所以Bruce也是 哇这个展开追妹大作战 就是不断不断的献殷勤 然后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 也让李文有感受到 Bruce的这个诚意 主要是后来Bruce是 回去把他这一段婚姻结束了 李文才点头答应 而且在这当中 你看八年 这当中Bruce其实 跟他求婚了非常多次 你看李文都没有同意 就表示其实 他是一直在观察这个人 好我们刚刚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包括说这个有这个新岛的报导 爆出说遗产的部分是要留给妈妈 那这个遗产的部分呢 出估是有十亿人民币 大概是台义43亿一千万 那也有这个报导是指出 有消息人是透露李文现在跟老公这Bruce呢 其实分居两年多了 对 目前是在办这个离婚手续嘛 对对对 那好像也有也有说 这个也牵扯到有关于这个赡养费的问题 因为香港的离婚一定要 香港离婚的原则是先要分居 分居完了以后才能够办离婚 这是香港规定 所以一定要先分居 但是当然有人出估Bruce 自己本身的身家 有些人说高达台币100亿 但也有人说大概40亿 总之那是他的身家的问题 当然就是在之前 他们婚姻出状况的时候 的确大家在讨论 他们两个人财产是怎么样分配 但是因为他们 当时那个婚礼真的非常声大 所以也有人问了Coco李文 李文就提到说 第一他们并没有签所谓的婚前协议 因为好莱坞的艺人多半会签 老外也多半都会签 没有签 然后李文当时的说法是说 他认为他们不会去讨论到 这个部分 因为他认为他看这个男人 是看他的心 他觉得Bruce对他很好 当然刚刚也有网友提到说 Coco跟Bruce似乎有 共同做一些投资 我觉得这也蛮正常的 就据我们了解 他们应该是各自的财务 是独立的 是独立的 但是Bruce恐怕跟 Coco之间如果说是 共同做一些投资各方面 这也蛮正常的 而且Coco自己本身的 身家也很惊人 他18岁就出道 不要忘了 他今年已经30周年了 对 那包括说我们刚刚讲的 李文跟Bruce的关系 现在已经是到分居的状态 但李文跟他的这个 这个妓女的关系 又是怎么样呢 其实这也是 现在大家讲 这让李文猜心的一些地方 因为我们刚刚也讲了 李文从小 妓女很小的时候 stepdaughter很小的时候 李文就一直不断地给他们惊喜 刚刚有讲过这个故事 海洋公园办party 海洋公园办party 这些都让小朋友 而且当时爸爸第一次 在带他们两个女儿去见李文 是带他们去唱K 那小朋友当时不知道李文谁 可是就上网看到很多照片 就把它download下来 然后做了个剪辑布给李文 李文跟他们相处 就是跟姐妹一样 其实我们看很多画面 李文有一天在家里面接年糕 跟两个女儿 然后Bruce回来说吃什么 那你外来说吃这个 Chinese cake很好吃的 老公也不敢吃 他们家里的关系 以前是非常好的 李文都po出来给大家看 可是为什么讲彻星呢 就等到了Bruce有外遇的时候 当这个两个女生 已经长大了 已经是青少年成年 已经有种感觉 那他们对于感情 有自己的看法 当这个时候 Bruce有外遇的时候 李文好像有讲说 这两个step daughter并没有站在他这一方 是反而支持父亲的 那我想这个很难免吧 因为他的父亲是他亲父亲啊 毕竟你是step mother 跟你感情再好 今天我父亲一情别恋了 那我们也只有去选择 跟父亲那一方 当然也有人说 是因为当年 李文是介入他们家的 因为后来Bruce离婚 才跟李文结嘛 那可是我觉得这个讲法 我觉得不太成立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小朋友都还小 那么小会有对这方面很强烈吗 我不知道说不定也有我不知道 但是他们后来跟李文相处 是跟姐妹一样的关系 李文也经常 经常很晒他们的那种感情 step daughter跟step mother的感情 可是我觉得让李文猜心的是 现在父亲有了新的选择 当然我相信女儿会 但也有人会偏向 你看我们香港很多故事 像谢玲玲啊 他们的故事 婆婆偏向媳妇啊 不挺儿子 也有这种状况 但是女儿跟爸爸的感情呢 又很难讲了 她也许就是投向爸爸那边 那这是李文可能心里 有点受伤的状况 而且大家比较好奇就是说 那现在Bruce呢 有媒体报道 当然香港的媒体记者 也会去追Bruce现在的状况 对 根据他们的说法 他已经消失好几天了 对 消失好几天了 有可能是在李文发生憾事之后 然后Bruce也可能难以承受了吧 不论如何 不论在情感上如何背叛或什么 但毕竟12年的婚姻加他追求88年 哇 一个人20年的黄金时期 都已经在这个人身上了 所以可能他也很难去面对 因为其实之前我就有稍微在怀疑一件事情 是之前就是大家知道 李文要去开刀这个字段期间 那时候我们就有在问二姐说 那他现在的婚姻状况是怎么样 其实他们都是很保密这件事情的 并没有对外透露 当然我相信李文他还是希望带给大家很多正面的观念 跟想法还有形象 可是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包括他后来复健都是一个人 开刀进开刀房也是一个人 印象最深刻的有一张照片 是李文双手合十闭着眼睛那张照片 穿的手术服吧 那张照片他也是一个人 其实跟他过往相较起来就差很多 之前他比方说刚刚我们有提到的 他穿比基尼在游泳池旁边 旁边一定有老公 就在这么快乐的状况下 老公都会在了 这么艰苦的时候 老公怎么可能不在 那时候我们其实大家媒体就有在问二姐说 关于这个婚姻的状况 因为之前就有在传说 是不是离婚了这个状况 到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也 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底了 只是没想到说这么多这么多 你知道这么多跟稻草 真的最后李文会被压垮